啊 這樣把模具全部組裝好之後呢 用這個存水泥鎬 也不要用沙子 就直接用存水泥和成鎬狀 先刷一遍 刷這一遍好處呢就是 減少外面的氣泡使外表光滑 刷的時候這個上面盡量的要刷死它 因為這個盆的上口刷不均勻的話 它就做出來就不好看了 這地方要刷填充石 0 1 2 3 2 3 2 2 2 I 好 这样就均匀的刷了一遍了 下面呢就是铺一层网格布 铺一层网格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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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趕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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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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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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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想好一点结实一些网格布也可以再铺一层铺两层网格布 那就必要再介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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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